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白色招牌上串除火光 大火一度向上燃燒 整面招牌差一點就被火勢吞沒 香港隊立即不屬水線 也派出迎梯車涉水撲滅 嘉義民雄鄉建國路上 一間汽車旅館6號晚上8點多 戶外高樓招牌突然冒出火光 香港局獲報後 立刻調派8車18人前往灌酒 立即不屬水線及雲滴車涉水 火勢於20時36分撲滅 火勢在半個小時內就控制撲滅 此次火勁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而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